下面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作为一个安卓项目 如果进行版本控制的话 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做法 这是我们介绍一下 安卓项目如何采用SVN进行管理 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首先在这个太合金服务器上 我应该给我的安卓项目去创建一个仓库 Repository里面 我们创建出来一个新的仓库 给它指定了叫安卓 安卓的项目 放到这个仓库里 我们添加一个用户 当餐 确定 确定 一个安卓的仓库 创建好了 创建好这个仓库之后 接下来我们应该是写代码 写代码一般大家会打开一个意思 然后去写代码 你可以使写代码 首先我们先去看一下当前我的工作空间 工作空间 假设我们就把这个代码放到扣的里面 就是这样一个工作空间 好 那我下面呢 就创建做一个安卓工程了 这样这工程呢 也给它请一标 哈喽 我们指定它方便 我们叫IT黑码 哈喽 好 那编译咱再延续指定一个 我这个SDK没有被加载方来 好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SDK SDK 浏览 应用 OK 好 创建一个安置工厂 请不要拍照 我们下一步 把这个工程给创建算 好 那工程创建好之后 那接下来呢 大家来去看一下这个TES的工程 它所定的文件结构 好 我们拷贝一下它的路径 然后来到这个目录去调一点 好 地盘单本空置 扣在里面的TES 对吧 我们来到这个目录里面 好 那安置工程的这个目录结构 就这个样子了 它里面呢 包含着有很多的文件和文件压 对吧 好 那在我们地盘的TES的文件压下 好 现在这个目录 就是整个这个TES的工程 我们想它什么呀 想它版本控制管理起来 对吧 那是不是应该让这个目录 跟我们服务器的这个仓库 建立一个联系啊 对吧 好 服务器仓库的URL是这个URL 那我们现在呢 想去给它建立一个联系 可能拷贝这个URL 好 那怎么让这个目录 跟服务器建立联系呢 好 其实很容易 可以看我在这儿 随便先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check out 这个操作是不是跟我们 这个上午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好 点击OK 然后在这儿呢 可以去 用部门密码已经有了 其实让某一个文件夹 与服务器建立联系 就是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创建出来一个隐藏的文件夹 叫.svn 那这个创建好了 那当时就代表了 这个文件夹跟服务器的路径 建立了一个联系 那大家呢 可以把这个隐藏的文件啊 给它减缺一下 减缺一下 然后把它放到哪呢 就放到我们这个test目录里就可以了 然后去粘贴 好 那这个粘贴完毕之后呢 大家来去调一下 我们这个test工程的目录结构 这个目录结构里边 大家一看 是不是这些文件 全都变成问号了 对吧 那这问号代表是有一个文件 但是还没有跟服务器呢 建立一个联系 那我们需要往服务器提交哪些文件呢 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们提交的原则 应该是提交有用的文件 对吧 不要提交哪些自动生成的文件 那来想 这有一个目录叫闭目录 这个闭目录里边都是什么呀 一些编译出来的字节码 对吧 以克里斯编译的字节码 那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临时的清单文件 还有些资源文件 对吧 那这个闭目录大家看 如果我把闭目录给删掉了 你看我来这点击右键 我们把这个闭目录给delay它掉 这闭目录给删掉之后证明 文件是不是又自动的出来呀 对吧 好 它是自动生成的 另外还有一目录呢 叫GN目录 这个目录来看 我们把它给删掉 删掉之后是不是又出来了 对吧 好 所以这个目录里面的东西 也是自动生成的 那我们在做这种版本控制的时候呀 凡是自动生成的代码 或者可以利用编译器 生成的这些代码 我们说不应该把它给提交到版本库里 好 那如果把它提交到版本库里面 它召化 大家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出现 我们现在提交一遍 好 首先爱的 那么所有的文件都要加入这个版本库字的用 好 那它这个符号我们刷新一下 会变成加号 好 这个符号全部变成加号 所以刷新的比较慢 好 有的时候 等一小会就好了 它刷新的会比较慢一些 好 那这个符号加好之后 接下来几张就会出现 比如说我们去 扛新一条对吧 就把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先加到版本库 好 这加进来之后 大家看一下 你添加的有什么样的 有我们的原代码对吧 还有什么 就闭目录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也都会加进去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会加进到版本库 好 再加到版本库之后 大家看 比如说 我们非常简单的修改 一行加号代码 我在这增加一句话 Syscom out 打一个内容 哈哈 好 其实我的代码就改了一行 对吧 那改完一行的话 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文件夹 发现这个什么呀 闭目录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变化了 这个SRC里面的内容 也变化了 这变化了 当然就是这个 Mind Activity 那这闭目录里面变化 是什么呢 好 我们去看它自动编映出来的class文件 发现也不同 对吧 也这个变化 好 那我们呢 如果是提交这个代码 你看我在这儿去选中这东西 或者直接在这屋路上选中 我们Commit 这Commit的话 SRC的变化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这是SRC的变化 对吧 那其实还有一个没有必要看到文件 就是这个class文件 好 这个class文件 它是一个二进制的自解码文件 大家去看 这版本控制的服务器 能看懂这文件吗 还看不懂这文件 对吧 他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变化 就知道这二进制的文件变化 好 所以如果是 你把编映后的东西 你也把它 提交到 这个SV小服务器里 那就会导致 以后你这个仓库呢 很拥走 好 另外呢 你在这儿去检查 变化记录的时候 这里面呢 会有一些 没有意义的变化文件 就比如说这个 manactivity.class 这实际上这个 没有意义的变化文件 好 我们也看不懂 好 其实在开发的时候 作为安卓工程 这个P目录啊 是不应该被加入到 版本控制服务器里的 好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个GN目录 这个目录呢 也不应该把它给 加入到版本控制服务器 好 所以呢 我们在提交代码的时候 应该把它俩做成什么呀 应该是delete的 从版本控制服务器里面 把它给移除掉 好 所以移除掉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要进行的方式是 tometer 告诉我们的版本控制服务器 这两个文件呢 不要再版本控制服务器 好 所以我们还要安占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 就是告诉我的版本控制服务器 这两个东西呢 不需要再被 版本控制服务器了 好 来看这个操作有什么呀 这几个目录要被我们 给delete的了 对吧 好 说GN目录 和 B目录的内容 不要提交到 版本控制服务器 好 也就OK 那这些内容呢 特别深调 好 这个深调之后呢 大家注意的是 假设以后你又修改了流代码 编到这个文件 那修改完蛋码 编完文件之后 大家看这个GN目录 还有 这个B目录是只有出来了 对吧 这B目录 还有GN目录又出来了 那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 好 7 我记下这个工程 我们看到GN目录 还有B目录又出来了 对吧 那我们在做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先干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 把它add到 ignalist里 对吧 好 所以以后这两个目录呢 不要被提交到属性 那加入到ignalist之后 它这个图标呢 就变成这种图标 那以后你代码再怎么变化 这两个图标呢 是不会 这两个国际家 是不会被提交的 好 那假设在代码里面 我们又增加了一些逻辑 这里面呢 再来一个嘎嘎 对吧 代码呢 是发生变化 那以后提交的话 那你就直接右键 commit 把代码给提交进去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变化的内容 有什么 变化内容就是 一个是把这个哈哈变成了 哈哈 这个dlzl 对吧 另外加了一个嘎嘎 这一颜色可以看清楚 那这个test 这个是我们的文献家 对吧 好 刚刚的事情是 把这个闭目录 还有机目录给什么样 加入到这个 一个know的列表里吧 好 那行 这个就是新的修改 好 那代码呢 可以提交进来 好 有同学是不是 在我这个里面 又添加了代码 好 我们更新一下 再提交就可以了 好 我们提交进来 那现在呢 是第四个版本 对吧 刚才有 有人 在中间又加入了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 什么版本 没有 好 我们参加了这个基因目录 还有并目录 然后呢 又提交了一些新的修改 基本上这个目录结构呢 就是这样一种目录结构 好 那以后大家呢 管理我们的 安卓下的项目 基本上就管理 这些目录就可以了 什么东西变化 就把它给提交到服务器就可以了 好